韓国女子天团少女时代的前团员杰西卡 去年9月因为跟男朋友跨足经营潮牌 被SN娱乐公司退团 少女时代震撼南韩了演艺圈 昨天杰西卡宣布已经跟SN公司正式解约 而且呢SN竟然还罕见的对外祝福 杰西卡这样好聚好散 在SN过往的案例中相当少见 少女时代前团员杰西卡自创的潮牌 夏日释出新广告 身为设计总监还亲自担任model 现在专心经营品牌的杰西卡 越来越有首女韵味 即使被推出少女时代将近一年 依然拥有高人气 而且让外界更跌破眼镜的是 杰西卡和SM娱乐已经和平分手了 6号杰西卡在微博 po出这张甜美笑容 当日也宣布和SM终止契约的消息 相较于先前东方神企 XO等成员退团都和SM不欢恶散 甚至打官司对簿公堂 这次SM和杰西卡解除合约后 还给予祝福 对外表示为了各自的发展 而决定各走各的路 往后杰西卡将拥有全新的出发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应援 即使历经退团风波 双方也算是好聚好散 至于下一步该怎么走 有媒体指出杰西卡6个月前 已经在首额某录音室完成新曲录音 预计会在大陆以个人歌手身份出道 不过这只是传言之一 下个东家到底在哪 还需要时间等一等 月间TV综合报道 下个东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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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